這個雙引號指的是 後面的這個雙引號的前面 然後呢前後要用串接符號把它串在一起 再來這個S 哪邊來的呢 上面有個S 我們乾脆也是一樣 S等於什麼 等於關鍵字 所以兩個東西都搞定了 一個是什麼 查哪一欄 給他什麼關鍵字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把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這三個 例句 成語查詢 解釋查詢 例句查詢的呼叫 把它複製 貼下來 那改一下 因為我的方法名稱 不叫做 查詢2 叫這個 所以把它改一下 call call的時候呢 把它改成這個 這個 這三個 再來就是說呢 還有那個查詢 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呢 我們把後面加一個什麼 加個SS 虛格一下 ACC SS OK 那三個的話 後面都加上 乘語查詢 SS 解釋查詢 SS 例句查詢 那傳的東西 剛剛是傳一個數字 現在的話記得要傳什麼 一個 一個是欄位 記得這邊一定要傳一個字串 那這邊是根據哪個欄位呢 這個是根據 成語 這個是根據解釋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不是給數字 而是給什麼 給一個字串 那這邊的話是給一個例句 OK 那傳的東西是關鍵字的話呢 一樣是在 在哪裏呢 在B2 B3 B4 所以不用改 只有改這個 這一個 OK 好 完畢之後的話呢 再來 把按鈕上面的 聚集指向 本來是 乘語查詢 改成乘語查詢 SS 好 這樣的話 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RUN起來 當然就盡量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這邊可以設個中斷點 當我按下他的時候 他會先停住 停在這裡 再按F8 主行來看一下 現在呢 傳過來什麼 成語 關鍵字是 蛇 蛇裡面有了 有了先刪掉 不然等一下會錯誤 先防貸一下 OK 好 F8 關鍵字 傳給S S 幫我查蛇 那如果這兩行沒錯表示有引用ADO了 ADO引用 然後呢 這一行 如果說沒有錯的話表示你資料庫 有建立了 如果你這一行錯的話請檢查一下 你資料庫存不存在 也沒錯 再來這一行呢是你這一串 看是成語的名稱 或者欄位名稱有錯誤 也會